大家好,欢迎收看美股收盘节目,我是陈倩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4月4号 前面来关注一下周五全天的美股走势 近早市场上迎拉了3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显示就业连续第二个月稳固的增长 那么增长量为19.2万 那么这个19.2万个就业岗位全部是来源于私营企业 意味着政府部门的就业没有任何的增加 路透社的分析师认为 这进一步的增长表明美国经济 在因为寒冷天气而减速之后开始提速的回暖 今天劳工部还表示 3月份美国失业率为6.7% 与2月持平 另外有50多万人是加入了劳动市场 那么设置了两个还不错的数据的提振呢 今天早上美股市高开之后 高雄私工业指数和标普把指数是再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过触及高点之后 今天的盘面在11点左右 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之后是全线震荡下挫的行情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下跌超过了100点跌幅 达到2.6% 成为今年开年以来跌幅最为惨烈的一次 那么到时候盘的时候我们看到 道琼斯工业指数爆于16412.70点 下跌159.84点跌幅达到0.96% 标准普尔乌巴指数下跌23.68点 收于1865.09点 下跌1.25%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110.01点 收于4127.73点 跌幅达到了2.6% 其中我们看到典型的高增长公司 特别是在生物科技和社交网络等行业的一些动力股 是持续大跌是连续了整个大盘的局势 比如说特斯拉电动汽车交易代码为TSLA 在盘中的跌幅是超过了5% 而昨天开始一拆为二的股购的两支股票呢 Google的A股和C股今天的跌幅都是超过了4% 而社交电视Netflix交易代码为NFLX在盘中的跌幅也是超过了4.5% 而Amazon亚马逊公司交易代码为AMZN 和Criseline交易代码为PCLA 这两家电商公司也是分别有着盘中3% 和超过4.5%的下跌的幅度 那么这个跌式是引起了今天盘面 这个大面积的被抛售的主要因素 而引起的波动也是将起到了其他的板块 在标普板块当中 走强的是必须消费品能源电信服务和公用事业板块 而非必须消费品一辆保健科技和材料是疲软走弱 那么今天周五成交量方面呢 纽交所换手是0.5亿 而NASDAQ交易所换手2.1亿 下面来关注一下其他表现突出的各个股情况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线外卖服务公司GraphQ 交易代码为GRUB 那么这只股票在今天上市之后飙升了将近40% 那么在周四这家公司是给出了26美元每股的上市价格 而今天收盘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35美元每股的价格区域 此次上市呢 这家公司融资大约20.4亿美元 下面一家公司我们来看一下阿纳达科石油公司 交易代码为APC 那么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公司表示 将支付超过50亿美元用来整个美国地区的核燃料 物流油和火箭燃料的污染清理 以解决公司长期以来背负的这个官司 那么此消息一出至少是有11家券商提高了对该公司的目标价格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Lican Corporation 交易代码为LNTP 这家医疗保险概念的小盘股 因为推出的医疗索赔管理平台 可帮助公司覆盖400亿医疗索赔的这个市场规模 未来的行情可谓看好 据了解这家公司推出的平台将高效的处理索赔的事宜 将大大的简化保险公司提供上患者三方的索赔方式 降低索赔的纠纷 专家就预计该平台将满足市场被抑制的需求 大幅度的提高公司的业绩 同时Lican Corporation的流通盘非常的小 仅为109万股 那么快速的走高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目前的股价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 专家表示十分有可能实现区间的突破 下一家公司我们来看一下EOS Petro交易代码为EOPT 我们知道转版概念股一直以来都是被贴上了回报封后的标签 超过500%或者是1000%的涨幅都不是难事 而EOS Petro释放了转版的消息之后 股价目前已经是从8美元每股是飙升到了19.5美元 每股是暴涨了超过140% 专家又表示再借助其他利好的因素就包括基金关注 小流通盘 这个有景项目建设完成之后 营收将增长4倍的预期呢 都将推动这家公司进一步走高 目前EOS Petro已经是突破了14到15美元的阻力区间 表现非常强的买盘医院 专家表示短期将再度的冲击 19.5美元每股的高位 甚至突破20美元每股的刚口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Engage Mobility交易代码为ENGA 那么目前公司宣布正式推出 名为Immersion的这个增强型现实沉浸式平台 这个平台将允许用户使用智能设备扫描接近 那么定位所处环境方圆3.1英里以内的商户 相信将进一步的吸引用户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此外公司在上周的路眼中是暗示了转板的意图 更是给这家公司增添了右翼的投资亮点 专家表示目前Engage Mobility处于明显的上升通告走势当中 即将实现突破 一旦突破将冲击历史高点5美元 那么在本周的盘面上倒指示上涨了149点 总体涨幅为0.92% 标准500指数是上涨16点 总体涨幅为0.86%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23点 总体的跌幅达到0.56% 那么下周开始新的一个公司的财报季将拉开序幕 预计标准500指数将增长1.2%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股出盘播报 我是陈倩 祝勃愉快 我们下周一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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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一位 他国外区达克绘以 Beij nord区达克你 要是外国 note 这位初一位 请不吝点蒋